恶搞在外国的街头上是有发生 被整国后的路人们心态也都很好笑嘻嘻的不计较 可也就是因为路人们的不作为 导致这老外们的恶搞事件越演越热 自己恶搞还不带劲 还要带上自家的宠物们 以外国小哥给自己的宠物狗穿上了一件特制的蜘蛛衣服 还别说这穿上蜘蛛衣服的狗看起来还是有点吓人的 效果达到了老外的预想后 他们就开启了一系列的恶搞事件 在夜黑风高的夜晚 一位小伙正好下楼去丢垃圾 吹着口哨一步一步接近垃圾站 刚打开垃圾门一只巨型蜘蛛钻了出来 小伙被眼前一幕吓得落荒而逃 就连手中的垃圾也全都被吓掉了 可殊不知的是这吓人的巨型蜘蛛 其实是一只普通不过再普通的狗 只有镜头一转来到了楼道里 两个女孩边聊天边等电梯 蚕食官则躺在电梯里 狗子则很乖小的站在蚕食官身上 就在这时电梯门打开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两女孩直接标出了海豚鹰跑出楼道外 看到路人们的反应后 蚕食官笑得肚子疼 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做何反应呢 一小编看被笑得连滚带爬的 应该占多数吧 视频素材来认识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